轉換之後的就是Google的試算表 那這個圖示是Microsoft的試算表 那如果說你今天把這些東西傳上去之後的話 打開來 就可以在雲端上面看到 當然你也可以在雲端上面可以作業 當然可以啊 比如說這邊的話 我們要做一樣的事情在雲端上都可以做 比如說這個REPE的使用方法 應該還記得吧 只是差別 它沒有插入盤數按鈕 這邊一樣可以打什麼REPT 它一樣會跳出什麼 跳出相關的說明 有沒有 那瓜糊 重複的文字 那就是C1 按F4 一樣嘛 然後重複幾次呢 痘點 就是 不過這個會擋到 把它縮小 這個的 次數 這個擋到 然後移到這邊 這個除以100 然後把前面加一個INT 移到前面INT 刮弧 其實動作都一樣啦 只是說你要自己KEY的比例比較高一點 OK Enter之後的話 就一顆心出來 那如果說你要怎麼樣呢 把這個地方 做其他 比如說那個置中 這邊有置中 位置不太一樣 找一下應該可以找得到 那動作一樣做得出來 沒問題 OK 第一個就是說 可以 在於 不好意思 在於那個 雲端上作業 第二個的話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那個 這個檔案 給別人看到的話 要怎麼做 各位可以先練習一下 畫面線黃 當然是不用付額外的費用 除非說你15GB不夠的話 你再去申請 付一個費用 其實費用也不高 100GB 一年720塊 是真的這投資其實蠻划算的 你看兩場電影大概就差不多了 OK 那如果說呢 你今天想要怎麼樣呢 可以讓人家很方便在手機上看到 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說第一個 在檔案裡面的話 有一個叫發佈到網路的 功能 也就是說你Excel 以往你要把它放在網路上 除非那隻手機本身可以開Excel檔 但是你以後要裝一些 一些相對應的App不容易 而且開起來格式也會亂掉 那我覺得這個方法還不錯 第一個 你可以發佈到網路 這邊有個開始發佈 按確定之後 它會把你這個Excel裡面的 檔案全部都發佈 發佈成一個網址 那這個網址你只要告訴別人 連結進來 它就可以看到 一模一樣的東西 所以也許 我會有用在那邊的 一碟 你